基隆市长谢果良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正式宣布一项最新民调 有远见民意研究调查 基隆市年满20岁以上民众在上个月13号到15号所进行的调查 针对基隆市升格直辖市展现出选后新民意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基隆民众对于这个升格直辖市意愿的一个调查表 大家都拍得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支持的部分占24.6% 那还算支持有点支持的部分是30.3% 所以说大概有54.9% 55%左右的民众基本上是支持升格的 假如要合并的话 大家是希望如何来合并 那我们有提供四个选项 包括这个同志伟议长所提出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有把它纳入选项之一 因为他也是我们基隆市民意机关的首长 所以他过去的提出的这些论述 我们都有考量在里面 我们也把它放入民调的选项 那本府这边是没有明确就是如何要合并 但是要升格是我们很清楚的主轴 那首先呢26.5%的民众 是希望北北基能够合并成新的直辖市 25.7%的民众是希望基隆加入系指并入台北市 那有13.2%是希望基隆市跟隔壁邻居 鄰近的几个新北的几个区合并升格 而根据最新的民调 基隆民众希望市长谢果良要先改善的重点 是交通与道路 其次是经济与就业等面向 市长谢果良表示 会把这个最新的民调 提供给新就任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希望透过地方与中央的充分合作 让基隆真正与首都生活圈平起平坐 进一步让基隆各项的建设与首都同步 林前市长现在担任了内政部的部长 成为这个内政部的林部长 那我想这个民调也刚好 在他要就任的时候呢 也呈现给他 让他能够了解一下 基隆市民众对于最新的部分 对于这个直辖市升格的民意的一个反应 那希望能够在他就任以后 我能够去拜访他 能够作为这些民众的意见的一个参考 那希望在未来的时候 等他工作稳定上轨道后 我们一就任其实有很多事要忙 我不会挑二月份去拜访他 他那么忙 尤其又是很重要的部会 所以我不会 二月份不考虑拜访林部长 让林部长业务比较稳定以后 我希望能够在三月份 希望在三月份能够拜访林部长 然后跟他请教这个国土规划的问题 然后跟他请教基隆市 如何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样子的议题 那所以一方面也在这边恭喜他 然后一方面也期待未来的拜会 跟在这个讨论 那当然我会先请幕僚先作业 那首先还是要让这个部长 能够对他的业务 能够先熟悉上手 到时候再去打扰他 比较方便 不然马上就去了 这个他有很多事要上手 我们也觉得要多花一点时间给他 那再度恭喜他 那也相信他过去八年 对基隆市民的这种关心 跟这个感情 一定可以延续到 他在做内政部长的时候 然后对于基隆市未来市民拥有 直辖市的这种待遇 能够给予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